第16题,在直线上做等加速度运动之物体,若出发时的速度为每秒3公尺,4秒后的速度为每秒11公尺,则物体出发8秒后的速度为每秒多少公尺。 显然这题我们需要知道加速度,那么加速度的做法,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带公式v等于v0加at呢,求出加速度,或者我们直接带加速度的定义就是花多少时间有多大的速度改变,我们0秒的时候速度是3,4秒的时候速度是11,所以呢就是四分之八二,所以公尺秒平方,这就是我们加速度大小,然后呢我们再带进去我们的公式, 或者呢带进去我们的加速度的定义呢,然后来求出我们的8秒后的速度,那其实呢或者是甚至用画图的方法来解决也可以,但是其实有更容易的方法就是,我们发现0秒的时候的速度是3,4秒的时候的速度是11,所以我增加4秒钟呢,我的速度会增加8,现在8秒呢又再增加4秒,所以我又再增加8,所以呢我们就是19,所以呢我们8秒的速度就是 每秒19公尺,第16题问我们说,则物体出发8秒后的速度为每秒多少公尺,我们答案选的是C,19